把青椒用擀面杖压一压,真的太厉害了,没想到这么的好吃下饭 这个做法你从来都没有见过,今天把详细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学会了全家人都会夸你是大厨 把青椒清洗干净,然后把青椒地去掉 然后用青椒把擀面杖压一压,这样青椒会更加的入味好吃,口感会更好 每天都在费琴旺食偶心力学的焦灼菜,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? 感谢大家的支持 接着把青椒切成小段,切好之后装入盆中 然后往上面盖上一个盖子,用手这样上下给它晃一晃 我们看一下,用这个小技巧很轻松就把青椒子给晃出来了 然后再准备一点五花肉切成薄片,切好之后备用 接着起锅不烧油,放入青椒煸炒 把辣椒炒出辣味,这样辣椒吃起来更爽脆更好吃 大概炒30秒左右,闻到辣味后出锅备用 锅里加少许食用油,放入五花肉煸炒 把五花肉煸炒出油,这样吃起来更香而且还不腻 接着放入姜蒜炒香 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这个香味小炒料 放一小包就可以了 做小炒牛肉,辣椒小炒肉等很多菜都非常的好吃下饭 稍微翻炒下倒入青椒 接着再翻炒片刻 翻匀炒熟即可出锅装盘 青椒这样做,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真的太下饭了 做法简单又非常的好吃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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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